这个维基解密 到底北北基里头的北北两位市长 郝龙斌跟朱立伦 真的是政治上的好兄弟吗 朱立伦日前才被维基解密爆料 是个大嘴巴 想AIT揭露 马总统不排除连任之后 要以党主席身份去访问中国 那么现在呢 维基解密再爆料 说在2008年2月的电文上显示 当时还没选总统嘛 那么郝龙斌呢 是带着当时的市府顾问庄文斯 去会见AIT杨书弟的时候就讲 说马英九其实在2008年 总统大选之前 他就派了密使到中国去 干嘛呢 就是说要中国 你在大选的时候 不要发表一些 对我马英九不利的言论 这样会影响他们国民党的选情 所以马英九跟中国 本来就很有的通了吗 带你来看 2008年马总统上任政党在轮替 只是维基解密爆料 总统大选前有引擎 2008年2月4号电文显示 马英九派出中间人和中国私下讨论 并让国台办取消一场记者会 阻止一些对马英九选情不利的反台言论 而透露者正是台北市长郝龙斌 和当时北市顾问庄文斯 市长是不是知道 马总统有派密使到中国啊 林一杰表现得非常杰出 这是台湾的骄傲台北的骄傲 好市长转移焦点 风马牛不相及 但资深媒体人认为 密使仿中真实度相当高 整个蓝阵营里头能够代表马英九 或者是能够在两岸之间穿梭的角色 非常多人随便随便数 其实都超过10人以上 只是这电文中的密使究竟是谁 前国安秘书长苏起 哥哥和马总统是同学 关系密切 考试院长关中 频繁来回两岸被点名 台大教授高朗 曾是马英九重要智库也入列 而马总统一向重用 左派学者王小波也在名单里 根据了解 四人当中考试院长关中的可能性最高 像关中在当考试院长之前 就经常去中国访问 那甚至在中国的报纸都曾经报导说 关中曾经呼吁说 中国必须多帮忙 在马英九第一任的这个任期里头 马总统日前才被危机解密爆料 连热后不排除以党主席身份访中 如今再曝光 曾派密使访中国 协助2008年选举 马总统和中国的关系 再度成为话题 三零新闻 李正道白侠英台被撞不到 而且 对 跟更多相片的ğim